哈喽 你好 你是 哦 我是那个王阿姨介绍 一过来一起伤亲的 你是婷婷是吗 不是 你看什么呢 这也没有王阿姨说的这么有钱啊 哦 这东西是能看出来的呀 这还用看吗 你看你这衣服 你送外卖的吧 不是 你说这话 送外卖的咋了 你看不起送外卖的呀 这王阿姨真不靠谱 送送下一位吧 等等等等 干嘛呀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像你长得这么漂亮 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配得上你这么高贵的气质呢 我呢 要求也不是很高 每个月十万块钱零花钱就可以了 哦 十万啊 结婚呢 就得给我在市中心 配一道三百平以上的房子 哦 市中心的房子还有三百平往上啊 嗯 还有吗 还有什么啊 继续呗 让我感受一下 结婚了就得给我配一台一百万以上的代步车 这不过分吧 哦 不过分 然后呢 还得把我爸妈接过来一起住 还得给他们买一套房子 哦 说 说完了吗 嗯 说完我就先走了 哎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半天你就这么走了 那不然呢 我留下来完成你的川丘大梦嘛 怎么 我长这么漂亮 你觉得我配不上这些吗 配不上 来 我给你算一下正好啊 哦 市中心的房子还有三百平往上 哦 那我给你算六万块钱一平 不过分吧 那这就是一千八百万 哦 每个月还有十万块钱的零花钱 哦 哦 还有一辆代步车是吧 这就得两千万 啊 怎么着 你觉得你这张脸值两千万吗 让开点 哎 这你的车啊 对啊 怎么了 你都开法拉利了怎么还送外卖啊 不是 你张口送外卖的 闭口送外卖的 送外卖的怎么了 我想请问你 我父母看我年纪小 让我出来体验生活不行 磨练性子不行吗 啊 怎么着 送外卖就应该被你贬低 就应该被你看不起吗 那你完成了 那条件应该很容易啊 啊 当然很容易啊 很轻松啊 很轻松 我觉得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这条件不重要 要不咱俩在一起吧 那等等 你先放开我 你先放开我 嗯 你配吗